各位学生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2022年驻途会计师会计基础班的那种 那么这一讲我们主要是以讲教材的例题为主 我再说一遍 2014年内的综合题我会放在CT班里边来讲 大家一定要听听CT班 因为我们考试的时候 最难最难就是考到2014年综合题那种程度 那下边我们直接看例11-3 这道题全都是一般皆快 什么法成法 累计资产支出的加权明均数乘以资本化率 他说接力11-2 实际他在告诉你什么 我的每一笔支出是什么时候 什么时间点支出的 也就是这样 包括工期开始资本化时点 停止资本化时点 他是在告诉你这个 假定ABC公司建造办公楼没有专门借款 占用的都是一般借款 ABC公司为建造办公楼占用的一般借款 有两笔 第一笔是向N银行长期贷款2000万 期限为206年12月1日 你在告诉我什么 在你开始资本化的失点 207年1月1日 这笔借款已经存在 但我开始资本化失点之前 根本不用考虑 全都费用化 对吧 那么至209年12月1日 年利率有6% 说明我工程完工了 你这笔借款还没有到期 咱们是不是终点应该设在到期日和我们所说的完工日 较早的一个日期 年利率6% 按年计算利息 也就是说你计算应付利息 给我按年算就可以了 而还有一笔借款是发行公司债券1亿元 给个词1万万元 于206年1月1日发行 我不管你什么是借的 我也不管你什么是发行的 反正在我开始资本化的失点 你这两笔一般借款已经存在了 期限五年年利率8% 按年支付利息 假定这两笔一般借款 除了用于办公楼的建造以外 没有用于其他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构建 或者生产活动 那么这儿是我们所说的1万万元 这儿是2000万 加些是12000万元 我资产支出累计三笔支出是5500 说明我没有债用自有资金 那么都是可以算累计资产支出的加权平均数 前提条件你用了多少算多少 他说假定全年按360天计算 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我们前面习惯上时间加权写成12分之12 但如果他明确的说全年按360天算 你最好给我写成360分之360 听明白了吗 其他资料跟我们例11个2是一样的 在这儿我还是给大家画的这么一个图 20某七年1月1日 在这之前其实两笔借款已经存在了 但是你在这之前存在的意义 对我来说没有 我只好知道20某七年1月1日 我有两笔一般借款 一个是2000万年利率6% 一个是一万万元年利率8% 为什么 您的两笔借款在我完工之后才会到期 到期日跟完工日较早的一个是不是就断定 我应该算的20某八年6月30 没错 那么我的支出是20某七年1月1日支出1500 20某七年7月1日支出2500 20某八年1月1日支出1500 一定要区分这两笔是20某七年的业务 而这笔是20某八年的业务 停 那我问你一件事 是不是在20某七年1月1日 这两笔借款同时存在 对 是不是到20某七年12月31日 这两笔借款还同时存在 对 那就应该算资本花率就是利息之和 除以本金之和 还用不用按时间加权 不用 包括20某八年1月1日 这两笔借款是不是同时存在 是 到20某八年6月30 是不是这两笔借款也同时存在 是 那么也是利息之和除以本金之和 还用不用时间加权 不用 那我现在就可以断定一件事 你20某七年的资本花率 跟20某八年的资本花率 一定是什么 相当的 你不论算一年还是算半年 你不都乘以12分之12给他约分 都乘以12分之6给他约分吗 那有人说 同一个工程我资本花率 还有不相当的 您糊涂了 如果我这两笔借款一笔是先到期一笔后到期 很有可能你第一年资本花率跟第二年资本花率 不就是不一致吗 这种宏观的概念 大家一定要有 往下看 我计算所占用一般借款资本花率 我再提一下 如果只有一笔一般借款 那么资本花率就是这笔借款的利率 而我现在有两笔 只能算资本花率 20某七年这两笔借款存在一年 七点有 中点有 20某八年 我算半年 七点有 中点有 所以我就断定 20某七年和20某八年的资本花率一定相等 都是利息之和 还用不用时间加权 不用除以本金之和 7.67%既是20某七年的资本花率 也是20某八年的资本花率 停 我先说到这 往下看 站在20某七年的角度来说 我想问你 这两笔借款一年的总利息是多少 因为你都是在20某七年 一月一日都存在 是不是20某七年这两笔借款都经历了一年 对 一年的利息是多少能算吗 不就是2000万乘以6% 加成1万乘以8% 等于多少 920吗 啥都不用说 我在这一定会带一个应付利息 920这个数您福气吧 对 但我想知道 这920有多少计在建工程 多少计财务费用 是不是接下来就要算资本化利息的金额呀 对 一般借款用什么法 成法 累计资产支出的加权平均数 慢点 我这儿是1500 1月1日用的 到年底我占用了多长时间 12个月 而这2500是7月1日用的 到年底我占用多长时间 6个月 我不是让你写成360分之多少吗 所以1500乘以360分之360 加上2500乘以360分之180 算出累计资产支出的加捐平均数是2750 有人说用不用算闲置的 用不用把闲置资金给他扣掉 不用 你看我算累计资产支出的加权平均数是我用的是1500 用的是2500 我两笔借款累计1200 我并没有把这1200都给他算上 我已经把闲置的情况给他考虑了 所以不用再扣闲置资金 这就是为什么专门借款要扣掉闲置资金的投资收益 而一般借款不用扣 我在累计资产支出的加权平均数这已经考虑了 而我们所说的资本化率2097和2098是一样的 都是7.67% 这俩一成得到210.93 啥 利息的资本化金额 借在建工程210.93 他在告诉你什么含义 我一共利息920 其中为工程付出的代价是210.93 是可以资本化的 剩下的709.07 我只能费用化给他寄在哪 财务费用 没了 这是207年 那208年是不是我只算前半年 那有人说我就想算后半年 我一会满足你的好奇心 前半年2000万乘以61%年的利息 我只算半年乘以360分之180 加上1万乘以8% 我只算半年乘以360分之180 得到多少 460 460代应付利息 460 我还是要知道有多少是什么 资本化金额剩下的是费用化金额 往下看 我一定要清楚一件事 207年支出的这两笔借款 2058年1月1日自总存在 也就是1500加2500 是为1月1日自总存在 我2058年还又多了个1500 说明1月1日其实有三笔同时存在的借款 1500加2500上年的 而后边的1500是本年的 乘以360分之180 得到2750 我用2750乘以资本化率 不是给你验证了吗 某七某八的资本化率相同 得到210.93 最后我们算出的金额是什么 最后我们算出的金额是 借债建工程210.93 我一共半年的利息460 扣掉资本化的210.93 剩下不就是费用化的249.07吗 有人说写完了吗 写完了 这道题已经讲完了 但是我想满足一下你的好奇心 20某八年完工之后的后半年 我分录应该怎么说 上半年的利息是460 是不是我可以断定下半年的利息也是460呀 对 还有没有资本化的问题 没有 这460全都直接记录财务费 没了 就这么简单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利11-3 那下边我们看利11-4 这个利11-4里边既有专门借款 也有一般借款 停 我们永远视为先花专门借款 花完了才能花一般借款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专门借款一定是用减法资本化期间的总利息减 闲置资金投资收益 一般借款一定是用惩罚 累计资产支出的加捐平均数乘以资本化率 他说接利11-2利11-3 假定ABC公司被建造办公楼 于20某7年1月1日专门借款2000万 借款期限为三年年利率6%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专门借款 它只显示一笔 另外在办公楼建造过程中所占用的一般借款 仍为两笔 一笔2000万 一笔是一万万元 依然是在20某7年1月1日之前就存在了 这跟我没关系 我早知道你在开始资本化的试点 存在这两笔一般借款就可以了 有关资料仍然是沿用利11-3 其他资料跟前两个利息也是一样的 他说在这种情况下 我是不是首先要算专门借款利息的资本化金额呀 然后都用完了 我才考虑一般借款利息的资本化金额 所以我把这道题专门借款利息的每一年给你算出来 一般借款每一年给你算出来 如果你想知道每一年资本化的总金额 你就把专门借款跟一般借款那俩分路给我揉合在一起 不就变成一年的总的金额吧 我们看一下这道题 20某7年1月1日 我专门借款2000万 年利率6% 另外在20某7年1月1日 我已经存在两笔一般借款 一笔2000万 一笔1万万元 年利率6% 8% 而且这些借款在我完工的时候 也就是20某8年6月30日 都没有到期 那我只算到完工 能理解吧 20某7年1月1日支出1500万 我一定要认为 先花专门借款 专门借款一共2000万 我花了1500万 说明闲置多少 500万 闲置到下一次支出为止 7月1日是不是在闲置6个月 对 那么到了7月1日 我支出2500万 本来你的专门借款只剩500万 可是我这支出是2500万 说明专门借款还有闲置吗 没有 把500都用了还不够 这回我视为直接占用一般借款2000万 但是大家养成习惯 我依然希望你先判断一下 我们一共这三笔支出是5500万 专门借款2000万 加成一般借款1万 合计总的借款1万4 足可以支付你这5500万 说明你没有占用自有自机 每次都正给我判断一下 往后他就不会错 这不是占用一般借款2000万吗 那你能告诉2058年1月1日 这一前五肯定也是占用一般借款 因为你的专门借款没了 一定要清楚前两列数据 是20某七年的第三列数据 是20某八年的 给我区分开 好 那么咱们先说专门借款利息资本化金额 20某七年 因为这笔专门借款1月1日就存在 是不是正好占用一年 对 资本化期间的总利息是2000万乘以6%等于120 啥都不说 我代方应付利息是120 其中我们要算资本化金额 是不是用总利息减 闲置资金投资收益啊 对 这不闲置500万 闲置六个月吗 500万乘以0.5% 是一个月的投资收益 乘以66个月的投资收益 所以借房会有个应收利息或银行总管15 我一共利息120 可是我又收回了15 我真正被工程付出的代价 应该是总利息减闲置资金投资收益 最后得到105 我是把这105给他什么的 记住在线工程 而到了20某8年不还是资本化金额 减闲置自己投资收益吗 20某8年我只算半年 因为完工就是半年后完工 2000万乘以60%一年的利息 我要算半年乘以360分之180 得到60 20某8年还有闲置 没了 你在20某7年7月1日就已经开始占用一般借款 20某8年的闲置就是0 60减0还得多少 60 待应付利息60 借再进工程60 能问一下吗 如果你非得让我给你写出后半年的利息的分路 那不就是待应付利息半年是60 只不过后半年我是寄哪 财务费用60 我也可以认为 我算出一年的利息扣掉资本化 剩下不就是费用化 也可以这么认为 这是专门借款 而对于一般借款来说 咱们在研究研究数字 我是不是7月1日开始占用一般借款 对 2000万 那么是不是第二年我开始占用一般借款1500万 对 那么首先一般借款用的是什么法 乘法 先算累计资产支出的加捐平均数 你是7月1日占用的到年底占用半年 所以2000万乘以360分之180得到1000 资本化率上一道提例 11-3已经算完了 是7.67% 那么最后我就算出资本化金额是76.7 那你想告诉我什么 这两笔一般借款 是不是在2057年1月1日都已经存在了 对 到了2057年12月31日是不是还都在 对 这两笔借款一年的总利息 是不是2000乘以6%加1万乘以8%得920 对 但应付利息920 其中资本化的金额 我试用累计资产支出的加捐平均数 乘以资本化率 算出是76.7 剩下的 也就是我们传说中到底这两个字 全部记住财务费用 843.3 没了 而2058年呢 一样 只不过大家一定要注意 2058年我要计算累计资产支出的加捐平均数 视为2057年这笔支出在2058年自重存在 如果你没加这2000你就错了 另外2058年1月1日不还支出1500吗 所以这一共是3500 因为算到完工都是半年乘以360分之一百半 得到1750 资本化率还是7.67% 最后算出资本化金额134.23 借再建工程134.23 我如果只算半年的利息是不是2000乘以6% 加1万乘以8% 半年的利息是460 但应付利息460 其中资本化的是134.23 剩下费用化的是什么 325.77 进哪财务费用 如果你非得好奇 你说我就想知道2058年后半年 分路怎么做 半年的利息不是460吗 那就是大应付利息460 还有资本化的问题吗 完工了没有 剩下的救济 财务费用460 有人说老师你无聊吧 不无聊 因为考试是有可能的告诉你 我算整年的利息 不就等于把这俩分路放在一起吗 算成一年的利息920 扣掉资本化 剩下不都是费用化吗 所以怎么算都不会错 那么算到这实际上一般借款资本化金额 我就给算完了 但是我们教材 他写的是20某七年一年的分路 20某八年一年的分路 简单 20某七年资本化 我们有专门借款 有一般借款 专门借款是这笔分路 而一般借款是这笔分路 你只要把这两笔分路搓在一起 就是教材20某七年的分路 同理20某八年 专门借款是这笔分路 而一般借款是这笔分路 你把这两笔分路搓在一起 就是20某八年的分路 没了 到这为止 全都是专门借款的 讲完了 全都是一般借款的 也讲完了 又有专门借款 又有一般借款的 也讲完了 我最后给大家补充一个指南上的题 这道题有一定难度 听听我是如何跟你分析的 他说假公司 你在厂区内建造一栋新厂房 有关资料如下 2010年1月1日 向银行专门借款6000万 期限三年 年利率6% 每年1月1日复息 说明我要用的一个会计科目 叫应付利息 因为这是分次付系统 除专门借款以外 公司只有一笔其他借款 换个词 一般借款 只有一笔资本花率 就是这笔借款的借款利率 为公司于2059年12月1日 你2059年12月1日介入的 是不是2010年1月1日自动存在呀 对 介入的长期借款7200万 期限为5年 年利率8% 每年12月1日复息 你也要用的应付利息 假设假写在2010年2011年年底 均未支付当年利息 也就是说 我不用做借应付利息 贷银行存款这笔分路 因为我没有付 然后他说 由于审批办手续等原因 厂房于2010年4月1日 才开始动工新建 当日支付工程款2400万平 我想判断一下开始资本化的时点 首先最早你的借款是2059年12月1日借的 第二笔不是2010年1月1日吗 是不是我可以最早追溯到 你开始计息是2059年12月1日 对 但它不是开始资本化的时点 然后我真正开始资本化的时点 要满足三个条件 第二个开始动工 第三个资产支出已经发生 开始占用资金 三个条件都满足的时点 是2010年4月1日 只有这一天才是我开始资本化的时点 然后往下说 他告诉你每一期资产支出的金额 至于说累计资产支出金额 闲置资金投资收益 考试师都不会给你 你真的要说累计资产支出金额 有一个数 勉强算有用 就是一共累计资产支出多少 9600 而您的借款 咱们判断一下 这儿有一个6000万 这儿有一个7200 加起来是13200 两笔借款支合 足以应付 这个资产支出9600 说明我这个工程用的全是借款 没有占用资有资金 该资本化的时 我可以他的实施资本化 听懂了吗 如果借款累计是9000万 您支出了9600 其实前台词是有600万 是自有资金 这600万永远没有跟资本化沾边的可能性 脑海里边又有印象 他支出的10点 4月1日 6月1日 7月1日 第2年1月1日 4月1日 7月1日 金额 我说了 你也记不住 你能看看就行了 工程于2011年9月30日完工 说明2011年资本化的时间长 应该是几个月 9个月 达到预定可省状态 其中由于施工质量问题 人为 换个词 非正常中断 工程于2010年9月1日到12月31日停工四个月 换个词 连续超过三个月 换个词 暂停资本化期间 这一道题 最值钱的就在这 他有暂停资本化期间 专门借款中 未知用部分全部存入银行 假定月利率为0.5% 这是啥 闲置资金的投资收益 月收益率 假定全年按360天计算 你最好给我写成360分之180 360分之300 每月按照30天计算 不论大月小月 有一个月就算30天 该说的说完了吧 说完了 我给您分析分析 首先最早你开始跟我嚷 是在2010年1月1日 因为那天你兴充动众的借了一笔专门借款 而且是6000万 期限三年年利率6% 对不对 对 但是这一天2010年1月1日满足 没满足开始资本化时点 没有 你只是开始计息 你没有开始动工 你资产支出没有怎么着发生 您真真正正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的是2010年4月1日 这一天我才开始满足了资本化条件 那我能问您一句话吗 从1月1日您介入专门借款到4月1日 这一段时间是由于审批手续的问题 您压根没有开工 这三个月一定是什么话 费用话 另外 您是不是有一笔一般借款是7200万 借款期限5年8% 您在2019年就借了 是不是直接我认为在2010年1月1日自动存在 对 不论是专门借款3年也好 还是一般借款5年也好 我到11年的9月3日就已经完工了 你两笔借款都是在我之后才到期的 哪怕我要算资本化率 是不是应该是到期日跟完工日较早的一个 我只算的完工日啊 对 这些理念在您做题的时候随时都要想得起来 然后往下说 在我1月1日借入6000万的时候 您会发现一件事尴尬了 专门借款不是要算闲置资金的投资收益吗 那我闲置几个月 一分钱都没动 直接借了6000万 闲置6000万 闲置到什么时候 闲置到下一次支出为止 我下一次支出不是4月1日 当天我支出了一个2400吗 那我这一笔借款6000万 闲置了三个月 因为我前面跟你说过 专门借款在资本化期间 在暂停资本化期间 在费用化期间 都要算闲置资金投资收益 所以6000万闲置三个月 在我4月1日的时候 我支出了2400 您告诉我我还闲置多少 还闲置3600 闲置到什么时候 闲置到下次支出 您的下次支出不是6月1日吗 哪怕他支出一分钱 我也闲置到下次支出 是不是这3600闲置了两个月 没错 到6月1日 您又支出了1200 是不是还闲置2400 闲置到什么时候 闲置到下一次支出 您的下一次支出 是7月1日支出了3600 慢点 您这本来只有2400了 然后我也判断 他闲置一个月了 到下次支出 我支出3600 可是您的专门借款 只剩2400了 够吗 不够 还差多少 还差1200 这1200 我开始占用 一般借款 然后接下来 他是到 第二年1月1日 4月1日 7月1日 分别支出 1200 600 你要给我做一件事 首先你要明白 我们真真正正属于2011年的 是这1200 600 这三个数 而剩下的数 属于我们所说的2010年 这个概念 你要给我分得清 另外 您要记住 在年2010年时 发生过一件大事 是什么大事 是因为你 已经怎么了 出现质量问题 9月1日到12月31日 停工了 也就是说 从我们9月1日 到12月31日 假如说是这段时间 我是不是停工四个月 对 那停工四个月 就意味着 我一定要什么 费用化 还有一个 从1月1日到4月1日 这三个月 因为没有满足 开始资本化的时间 是不是也要算费用化三个月呀 这俩加起来 我费用化一共几个月 七个月 换个台词 我真正能资本化的时间 只有几个月 五个月 你一定要给我分清楚这儿 百分之六 一年 是三百六 2010 一年 是三百六 2011 一年 也是三百六 而对于一般借款 是七千二年利率 百分之八 算出一年 是 五百七十六 没了 然后咱们先解决 2010年借款利息资本化的问题 2010年是不是既有专门借款又有一般借款 对 那我先算2010年专门借款应与资本化的利息金格 慢点 专门借款 咱有什么法 减法 一定是减法 我们要区分是资本化期间还是暂停资本化或者统称为废话期间 在2010年我给您说过了能资本化的时间只有五个月 能给我说出时间段吗 只能从2010年4月1日到2010年8月31日 因为9月1日就暂停资本化了 所以是4月1日到8月31日只有五个月 而剩下的前边三个月是费用化 后边四个月也是费用化 所以费用化的时间是几个月 七个月 那我就五个月单算一个 七个月单算一个 首先这五个月的总利息 专门借款不是六千万年利率6%吗 那我这五个月的利息就是六千万乘以6% 一个月30天 五个月是150天 360分之150 算出这五个月的利息是150 然后不是要算这五个月闲置资金投资收益吗 你要小心 您现在锁定的期间段是4月1日到8月31日 我这虽然有三个月的闲置数 但是真真正正属于我们4月1日到8月31日的闲置 只有这两个 那六千万三个月是费用化期间的 不能算 这就是三千六两个月 两千四一个月 那好 三千六乘以月收益率 0.25%乘以两个月 加两千四乘以月收益率乘以一个月 得到24 那我这五个月真真正正应该资本化的金额 不就这五个月利息150 减去这五个月闲置资金投资收益24 得到126吗 如果我就是把这五个月的利息给他单写一笔分录 在应付利息五个月150 借方是应收利息或银行存款 这不是二啊 这是我们所说的24 那将来我资本化的金额是126 对吧 对 这是五个月的 然后我们再算七个月的 七个月的总利息是六千万乘以百分之六十一年的 七个月是三千二十一个月 那就是乘三千二百一是贴用 不是二十一个月 三百六十分之二百一 算出我们总利息是二百一 这是七个月的 那么这个期间的闲置资金的投资收益 是不是只有最初的那六千万闲置三个月 属于费用化期间的 对 那就是六千万乘以百分之零点二五 乘以三个月得四十五 最后费用化的金额是 二百一减四十五等于一百六十五 但应付利息 二百一 借应收利息或银行存款四十五 剩下给他费用化一百六十 只不过我们教材把这二零一零年这十二个月都写在一起了 都写在一起 不就相当于把这两笔分路给他写在一起吗 我不怕麻烦 我给你写一下 是不是相当于是大应付利息 一百五加二百一是三百六一年的 相当于您用六千万乘以百分之六直接算出 对 而闲置资金的投资收益是借应收利息或银行存款 一个二十四 一个四十五加起来是多少 六十九 而您资本化的金额是我们已经算出来的 是多少资本化的金额是一百二十六 剩下的不都全部怎么着 费用化不就是一百六十五吗 这就是教材上边的分路 没了 这是二零一零年的专门借款 然后再说二零一零年的一般借款 最委屈了 从我开始占用一般借款 从七月一日我一直在跟您强调 我九月一日到年底暂停资本化 从七月一日到九月一日 我应该算的时间全重 仅仅只有两个月 而且我占用一般借款是一千二百万 对于一般借款来说不是用惩罚吗 累计资产支出的加权平均数 就等于你开始占用了一千二 乘以两个月三百六十分之六十 得到二百 我在前面给你讲 累计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的是 为什么乘以十二分之二 前面那道题跟这的原理不是一样吗 而只有一笔借款的时候 我们资本化率就是这一道题的借款利率 那么二百乘以百分之六等于多少 十六 如果你非得有兴趣 把这两个月的利息给我算出来 七加二乘以百分之八一年的 除以十二是一个月的 乘以两个月是九十六万 贷应付利息九十六 资本化是我们已经算出来的多少 十六剩下的八十不都是费用化吗 而对于我们除了这两个月 您前六个月一笔一般借款没用 因为有专门借款在 您四个月是暂停资本化期间 也全都费用化 这我们所说的这十个月的利息 是不是四百八呀 对 那么将来贷应付利息四百八 借财务费用四百八 只不过我们教材给的是 这两笔的总和 你如果要把这两笔写在一起 我不怕麻烦 我给你写一下 贷应付利息九十六加四百八 是五百七十六 对吧 然后切方就是再建工程 你是算出来累计资产 周周家权平均数乘以资本化率 剩下的不都记住财务费用 一共是五百六吗 那有人说还不对呀 我们教材并不是一般借款写一笔 专门借款写一笔 这是一般借款的 我前面不还给你写过一笔 专门借款 你把这两笔分路再搓在一起 就是教材那笔分路了 有人说你为什么要拆开写 我要给你算总的 你更糊涂 还不如一笔一笔的拆开 最后你考试的时候 再把分路给我搓在一起就可以了 2010年 所有的分路到此结束 那么咱们看2011年 我得给您交代几件事 首先工程完工是在2011年9月30 但你非得要算一年的利息 我没拦得住 对吧 2011年的支出 1200 600 600 这三个数用的都是什么 一般借款 另外 您开始占用的这1200的一般借款 在2011年1月1日视为自动存在 别忘了 三个点提示完了你 直接看2011年资本化的利息金额 首先我还是说2011年专门借款 因为你到9月30是完工 我把前九个月后三个月都你交代一下 前九个月的总利息是6000乘以6% 这是一年的 除以360天一天的乘以九个月270天 算出270万 另外专门借款还有闲置资金没了 您实际在7月1日 在上一年7月1日已经占用一般借款 绝不可能再有专门借款的闲置 我该资本化的金额是不是就270 如果我非得把这九个月的分路写一笔 带应付利息270 借贷工程270 后三个月的利息一共是90 带应付利息90 借财务费用90 你想把这专门借款的利息 一年的都给它写在一起 那不就是带应付利息多少 360还是6000万乘以6% 借方再建工程多少 270剩下的就是财务费用多少 90 这不就是我们2011年专门借款的一笔总分路吗 同理 2011年一般借款 我还是分前九个月后三个月 前九个月的累计资产支出 加捐平均数 您老人家一定要小心 我们在2010年7月1日占用的1200 在2011年1月1日自动存在 2011年1月1日又支出了1200 到9月30完工事9个月 这乘以360分之270 然后我还支出了一个600 到9月30正好半年360分之180 再加上第二个600到9月30正好支出了三个月360分之90 得到2250 只有一笔一般借款的资本化率 就是这笔借款的借款利率 算出资本化金额是多少 180 如果你非的就要把这九个月的分路给我做出来 7加2乘以81%一年的利息 除以12算出一个月的乘以9算出9个月的432 代应付利息432 其中资本化的金额不是用累计资产支出的加权平均数 乘以资本化率算出180吗 剩下的不就倒挤在财务费用里边吗 而后三个月根本跟资本化一点边都不沾 后三个月的利息算出是144 代应付利息144 借财务费用144 你说老师我2011年一般借款 我就想写一整笔分路 代应付利息一年的是576 就是7加2乘以8% 其中资本化的是多少 资本化的记住再建工程的 咱们用的是累计资产支出的加权平均数 乘以资本化率算出来的 剩下的 我管你是不是在资本化期间 是不是都是费用化呀 貌似我还一下口算不出来 就是576减去180 应该得多少396 其实这396就是252加144 正好是396 有人说我2011年就想写一整笔 这是一般借款一年的数据 这是专门借款一年的数据 你把这俩分路写在一起 就是教材上的分路 没了 每一个细分的你会写 合起来您老人家不也应该会写吗 这就是指南上的一道题 难度非常大 前三 后四 您给我区分清楚了就可以了 这道题加上2014年那种综合题 我觉得 掌握到这种程度 借款费用的题目再碰到平堂 没问题 那么这道例题我就讲到这 下边我们看块三 这个内容是2022年新增的 说是新增的 它只是把第三张固定资产 第四张无形资产 里边阐述过的知识点 又在这高大上的换个文字 又重新阐述了一下 我们看一下 块三与土地省权相关的资本化金额的确定 假如说我是自行开发 实际还不如说我是什么自用 慢点 如果您老人家要是买地盖房 要是自用的话 下边的地是不是算无形资产 对 上边的房没完工之前 叫在建工程完工了 转什么固定资产 对 是不是我当时跟你说 这个无形资产 它的摊销额在完工之前 借在建工程带什么 累计摊销 完工之后 借在建工程带累计摊销 完工之后 你该比如说该寄哪寄哪寄制造费用 等等 什么管理费用带累计摊销 对吧 对呀 那是不是我最终记住在建工程的金额 只有盖房的这块金额 还有我完工之前土地使用权的摊销 这块金额 对吧 对 他这踩出的就是这个意思 企业应当以建造支出 换个词 就是你盖房那块金额 加上你房子没盖完之前 你土地的摊销金额 这两部分金额为基础 即在建工程 最后转固定资产 跟我刚才说的一样 一模一样 而不是以土地使用权支出为基础 他在告诉你 你盖房自用的时候 地算无形资产 不能直接给我加在在建工程里边 最后他给了个理由 就是土地使用权在你盖房自用的情况下 其实你下边的土地取得时就已经达到了预定可选状态 他不再满足我们所说的经过相当长时间 才能达到预定可使用和可销售状态的资产 也就是说你不符合那五类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所以我把你的地不记住在建工程 而我只是把你土地在完工之前的那块摊销额 记在建工程 有人说为什么土地不记而摊销额记 因为你土地的摊销额 我视为你达到预定可选状态之前的必要支出 这就又绕回到固定资产的准则 所以我才把摊销额记住了在建工程 而不是把买地的整个支出全记在建工程 没了 第二个 房地产开发企业 干啥的 盖房的 干啥的 卖房的 要把你买地的钱加上你建房的钱 统一记住开发成本 完工了统一转到开发产品 卖了统一转到主营业务成本 开发成本 开发产品 属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什么存货 所以他这产说了一句话 应当以包括土地使用权的支出买地的钱和建房的钱合成为建造成本为基础来确定应当预资本化的借款费用金额 理由很简单 我建造的房屋建筑物 也就是我建造的商品房 满足经过相当长时间才能达到预定可 这应该叫销售吧 可销售状态的资产 也就是我符合资本化条件资产 所以我才把地跟方一块记住了什么开发成本一块转入了开发产品 这不就是传说中资本化吗 我最终要用的一个资产类科目 这就是把前面的内容换了一个外衣重新阐述一下 看着挺高大上的 什么新知识都没有 那么到这为止 我们利息资本化的金额 我就跟你讲完了 标题一就讲完了 标题二 借款辅助费用资本化金额的确定 说几句话 第一 所谓的辅助费用是为了您安排借款而发生的必要支出 比如说借款手续费呀 佣金呀 我可以这个手续费支付给银行的借款利息 也可以是发行债券的佣金手续费 都叫辅助费用 那么总的原则是符合条件的可以资本化 不符合条件的费用化 在我眼里借款都是一样的 不论你是为一般借款发生的辅助费用 还是为专门借款发生的辅助费用 都是符合条件可以资本化 不符合条件才能费用化 可资本可费用 是我们辅助费用的一个原则 有人说你这为什么特意强调一般借款和专门借款的处理原则一致 标题三就不一致 为什么往下看 标题三特意强调 外币专门借款 汇兑差额资本化金额的决定 他强调的是专门借款 在资本化期间内 外币专门借款本金和利息的汇兑差额应当予以资本化 你在告诉我什么 不论是本金的还是利息的汇兑差额都可以资本化 而如果您是外币专门借款之外的其他外币借款 您连资本化的机会都没有 全都给我费用化 即当即随 所以你看辅助费用不论是专门借款还是一般借款 发生的辅助费用 我都一视同仁 符合条件都资本化 不符合条件都费用化 而外币借款只有专门借款才有资格资本化 还得符合条件 如果你是专门借款 但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照样费用化 而外币专门借款之外的 我们连资本化的机会都没有 我强调了两个边 不要嫌麻烦 这些点都是您老人家做提时特别容易错 好 我们直接看例11-5 他说假公司于2020某一年月一日 为建造某工程项目专门 以面值发行美元 这不是外币专门借款吗 公司债券1000万美元 年利率8% 期限三年 假定不考虑与发行债券有关的辅助费用 不论是专门借款还是一般借款 辅助费用符合条件什么都可以资本化 对 人家现在不考虑 然后也不考虑未支出专门借款的利息收入或投资收益 用不用考虑闲置资金投资收益 人家这都说了 不用考虑如果不考虑本来专门借款应该是什么法 减法总利息减闲置资金的投资收益 您现在告诉我又不考虑闲置资金的投资收益 是不是没有吉特书说明你的总利息就是你的资本化金额 对 合同约定每年1月1日支付上年利息 改个词 我一定会用到一个会计科目叫应付 利息 因为你这是分次复息的 到期怎么着 反本 往下看 工程2001年1月1日开始实体建造 慢点 我20某1年 别说2001年 还说20某1年吧 20某1年我开始怎么着 有专门借款的 这叫开始计息 对不对 对 第二个 我是不是20某1年1月1日开始实体建造 满足第二个条件 开始动工 到20某2年6月3日完工 达到预定科省状态 第三个条件 20某1年1月1日支出200万美元 这叫开始占用资金 三个条件都满足 说明我开始资本化的实体是20某1年1月1日 这么说你福气吧 到20某2年的6月30日完工 我的资本化期间是一年吧 1月1日支出200万 7月1日支出500万 第二年1月1日支出300万 这些加息正好是1000万 我当时发行债券是1000万 但是你这1000万并非在20某1年1月1日全部都用了 本来该考虑闲置资金投资收益 您告诉我不考虑 那我就不考虑了 公司的记账本为币为人民币 外币业务采用外币业务发生时 当日的市场汇率折算 后边我们在学外币折算时 你会知道可以采用当日汇率 可以采用进次汇率 而现在他锁定的是当日的市场汇率 也就是积极汇率折算 他给了几个汇率 20某1年1月1日 市场利率1美元等于7.7 这是不是开始资本化时点 对 这是不是我进行专门的外币借款那一天的汇率 对 20某1年12月31日 是我迎来的第一个资产负债表日 我要做一件事 提利息 20某2年1月1日 1美元等于7.77是我要支付上一年利息的时间 有没有发现提利息的汇率7.75跟支付利息的汇率7.77中间有差额 对 这就叫汇兑差额 在你工程完工之前是可以资本化 20某2年6月3日 这是工程完工的时候 汇率是1美元等于7.8元人民币 7.70 7.75 7.77 7.8 我后边用的直接用 不再往前翻了 往下说 首先我站在20某1年的角度 我是不是要考虑汇兑差额的问题 貌似我们教材短一笔分路 短哪一笔分路 看这儿 我发行1000万美元的什么 我发行1000万美元的债券 而且我是以面值发行的 如果我非得要把这笔分路给它补出来 是不是应该在20某1年1月1日 我借银行存款美元贷 应付债券横杠面值 对不对 对 如果我想提示你 我是美元 我可以后边写个口号 美元 应该是1000万乘以什么 20某1年1月1日 您的汇率是7.7 我这当然乘以 7.7 这是介入本金的分路 对吧 对 到了20某1年12月31日 岁月如梭 时光荏染 专业一年过去了 我是不是有一项任务 要算 利息 1000万 1000万美元乘以8% 我算出这是一年的利息 美元 12月31日的汇率是7.75 我乘以7.75折出人民币是620万元人民币 因为你的工程要一年半完工 第一年的利息一定是可以资本化的 所以借再建工程620 但应付利息620 对吧 对 然后往下说 是提完利息就才完事了吗 没有 我还要算一下本金和利息的汇率差额 也就是说我当时记账的汇率 跟你现在12月31的汇率 我看看有没有差额 当时对于我来说 当时对于我来说 我本金是1000万 我是按7.7的汇率折的 可是此时此刻已经是12月31日了 是不是汇率变成了7.75 对 涨了降了 涨了 实际上不论涨了降了 你都是用后来的汇率减去原来的汇率 对于我本金来说 是不是就应该是1000万乘以7.75 减去7.7 用资产负债表日的汇率 减去你当时记账的汇率 是不是就会产生50万的差额 有人说利息怎么不会产生 您糊涂了 您是12月31日提利息 您提的时候就用7.75的汇率提的 而我们期末汇率就是7.75 这80万利息会产生差额吗 不会 那我是不是可以认为这50万的汇率差额全都是本金产生的呀 对 这50万是可以资本化的 借 再减工程50 代方 我要用的一个科目叫应付债券 为啥 实际上我借钱的时候用的是应付债券 当时是1000万乘以7.7 然后我现在50万的差额都是我们本金产生的 我应付债券要增加50 我能问一件事吗 你调整后的应付债券 是不是就从最初的1000万乘以7.7就多了一个50 对吧 就应该变成7750 而这调整后的应付债券就是你1000万美元乘以资产负债表日的期末汇率7.75的反应结果 你看我补一个差补完了是不是就反应为你1000万美元乘以资产负债表日的机器汇率的结果 对 其实补的这个差就是汇兑差额 那有人说要是这么算 往后每年都是只有本金会产生汇兑差额 利息不会产生还真未必 我稍微跟你说一个情况 假如说我们现在20某一年1月1日发行债券 到了20某一年12月31日 我说他这一天提利息 我提利息时就是1000乘以8%乘以7.75 这一天的汇率也是7.75 才不会出现利息的汇兑差额 那么有没有可能会出现利息的汇兑差额 有 比如说题目当中明确的告诉你 每半年支付一次利息 假如说在20某一年的6月30汇率 随便给个数 比如说7.73 1000万乘以8%都80 那个6月30你提的利息 是不是就是80乘以7.73 这数哪来的 这数是我假设的 听懂吗 假设半年要支付一次利息 您当时提利息时就是80乘以7.73 而您到12月31日后半年的利息是80乘以7.75 对吧 到12月31日你的汇率可是变成了7.75 那是不是第二个半年的利息还没有汇兑差额呀 可是第一个半年的利息可就有汇兑差额了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 比如说我第一个半年提利息是用80乘以7.73 可是我如果要算资产负债表日的汇率是7.75 是不是这俩之间就差一个7.75减7.73乘以80 他1.6吧 我应该没选错 那就是0.02乘以80得1.6 对吧 将来如果是利息产生的汇率差额 你即使是资本化 您只能给我借资产工程1.6 代方是应付利息 记住 本金产生的汇兑差额 我们计应付债券 利息产生的汇兑差额只能计应付利息 说清楚了吗 好 而且这个数是假设的 跟我们本题无关 那么说到这儿 20某1年12月31日 所有的事貌似就算完成了 转眼到了20某2年1月1日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你要支付利息 但是你要小心 20某2年1月1日的市场汇率是1美元等于7.77 那就意味着你要拿出去的钱 就是80万美元乘以7.77当日汇率 你要拿出621.6 但是 您当时既提利息时 您这代方是620 你提了多少 是不是只能把应付利息消掉多少 对 你会发现分路没平 差1.6 这1.6 我们依然可以资本化 为什么这会差1.6 因为你当时在算利息的时候 你中1000乘以8%乘以7.75 算的 而我现在 已经变成7.77 7.77跟7.75的差额不就是0.02吗 0.02乘以80不就会产生汇率差额1.6吗 只要你的工程没有顽固 我不管利息产生的汇率差额 还是本金产生汇率差额都可以记载工程 我不管你是计题时产生汇率差额 还是实际支付时产生汇率差额 我都可以记载工程 我说的够清楚吧 好 这是我们20某二年月一日 还得交代一下20某二年6月30日吧 到6月30日时 我还要提一下利息 比如说你不是利息一年支付一次 但是半年的事你得算一下 一千万乘以81%一年的利息 我现在只算半年 所以认为乘以二分之一 到6月30日的时候 6月30日的时候 我的汇率是7.8 那我就乘以7.8 312 我前半年的利息借在建工程312 待应付利息312 照样可以自转化 然后我们把这半年的汇率差额 给他算出来 本来应该算一年 但你工程半年就完工了 是不是前半年的汇率差额 还有机会资本化 后半年连资本化的机会都没有 对 我的汇率差额既有本金的 也有利息的 利息一年是一千乘以百分之八八十 半年是四十 利息不会产生汇率差额 今天的汇率是7.8 我就算7.8计题的 不会产生汇率差额 但我的本金依然会 大家记得不记得 你本金最初最初的是7.7 后来变成7.75 你调了一次 而现在7.75变成7.8了 你是不是要把这俩的差额再调一次 对 那不就是一千万乘以7.8减7.75 算出是50万 这还是本金产生的汇率差额 借借价格工程50 但应付债券不是 慢点 我想问你的是 经过这一轮调整 你调整后的应付债券 金额是多少 我给你从前往后捋一下 您当时记账的诗是一千万乘以7.7 后来因为本金产生汇率差额 在这补了一个50 后来在这又补了一个50 是不是一千万乘以7.7加50加50 我们看看等于多少 一千万乘以7.7是七千七 七千七加两个50 七千七加两个50等于加100 算出来多少 七千八 为什么是七千八 我要反映的最终结果就是一千万的美元 乘以今天的汇率 期末汇率7.8的结果 你没发现吗 应付债券每次都会补一个差额 当然也有可能冲 我现在利率是在不断的攀升 一直在补 如果利率下降 一直在冲 冲完最后的结果 应该反映的你的美元数 乘以金间汇率的结果 这就是汇率差额调整的基本套路 到这儿为止就完事了 那有人说 后半年 6月30日完工之后的后半年 会不会有汇率差额 会 那么那半年的汇率差额 你本金的一毫利消 只能给我寄财务费用 不可能再用我再建工程 只有前一年半的汇率差额 才能记住再建工程 好 这一块内容 我给大家讲完了 我还是那句话 我今年把2014年那张综合题 放在CP班里边来讲 我只在基础班讲基础提醒 那就意味着第11章借款费用 所有的内容就给大家讲完了 最后简单的小结一下 我们一定要明白借款费用的范围 借款费用的定义是因为借款付出的代价 包括我们借款发生的利息 什么真正借款 发行债券 承担债息债务 这些都叫利息 还有发行债券一折价 多 贪销 辅助费用 本金和利息的汇率差额 要熟悉符合资本化条件资产的相关范围 它有个前提就是经过相当长时间 大于等于一年 什么固定资产呀 存货呀 投资向房地产 建造合同 还有无雄资产 这五项内容 只有跟这五项资产沾边的 你才可能资本化 还要注意 开始资本化的试点 是同时满足三个条件 开始占用资金 开始寄稀 开始动工 专业数据要回数 然后停止资本化的试点 是满足四个条件之一 当然还有综合判断 比如说尸体建造已经完成 跟设计基本相符和完全相符 支出很少发生或不再发生 试运转正常 试生产能生产出合格产品 中间有一个暂停资本化的时间 是非正常中断 且连续超过三个月 啥叫非正常中断 要不是人为的 要不是不可预见的 连续超过三个月 没问题 如果你是正常中断 对不起 时间再长 我是必经程序 时间再长 我是可预见的 就假装没看见 可以继续资本化 最后借款费用的计量 利息资本化 专门借款用的是减法 资本化期间 总利息减闲置资金投资收益 如果你的长期借款 有贪于成本 跟本金不一样的 一定总利息用贪于成本 称实际利率 发行债券一定是贪于成本 称实际利率 那么这是我们所说的专门借款 一般借款的资本化金额 用乘法累计资产支出的 加捐平均数乘以资本化率 而累计资产支出的 加捐平均数是 你开始占用一般借款 才能算累计资产支出的 加捐平均数 而资本化率就是利息的 一个平均值 利率的一个平均值 简单的来说 那么就是加捐平均利率 只有一笔借款 这笔借款的利率 就是资本化率 而且是先专门后一半 别错了 借款辅助费用不区分 专门借款还是一般借款 满足条件都可以资本化 不满足条件 连资本化的机会都没有 而外币借款 只有专门借款的汇兑差额 不论是本金的 还是利息的 满足条件 也就是你在工程 没有完工之前资本化 完工之后只能费用化 如果你是外币 专门借款之外的借款 你连资本化的机会都没有 这就是这一章的内容 掌握教材的 例二 例三 例四 包括我给你补充那道例题 我觉得借款费用 基础的提醒 应该是没问题的 到这为止 这一节就讲完了 这一讲就讲完了 其实这一章也讲完了 最后送大家一句话 其实这句话 在告诉你什么道理呢 疏读百遍 其义自家 换个更通俗的说法 是疏读 唐诗三百首 不会作诗 也会阴 不就这么道理吗 什么东西都是 熟能生巧 很多人害怕借款费用 因为你不输 你看我给你讲课的时候 把时间段 每个时间段 我需要交代什么事 我需要考虑什么因素 一个不落的 我能跟你说出来 你能像我每年看这么多遍 每年讲这么多遍 你也能 所以大家记住了 一定要咬牙坚持住 不会我多看两遍 没问题 那好 第十一章所有的内容 我就给你讲到这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再见